它的外皮呢是偏鹹的 不像我們那種餅啊 它可能是偏甜的外皮 其實我們目前吃到現在 好像是比較接近老婆餅一點 它鹽樣很容易脆裂 但是它再稍微更脆跟更硬一點點 還蠻好吃的 這個還蠻好吃的 那麼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並不是我自己去收集的 而是人家送給我的 是誰送給我的呢 Linda TTV 它前陣子呢來到台灣 送了我一些馬來西亞地道的小鈴嘴啦 今天就要來開箱這些東西啦 那我們來看第一樣 欸 第一樣我想要吃的是這個東西 What's this 這是什麼 一個小小的塑膠袋裡面 包著一些果凍狀的東西 然後我有兩顆 不知道這兩顆應該是一樣口味的吧 因為這個連一個外包裝都沒有 所以根本無從判斷 它是什麼 也就只能吃了 有一股很甜的味道 馬上吃啦 有一點點像年糕 這個東西我目前吃起來 覺得它有點像我們台灣的年糕類的東西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台灣找得到的 最近是有一點咖啡味 它的味道很複雜欸 好像不是咖啡味 到底會是什麼呢 如果知道的朋友 在影片下方留言 所以呢 我們馬上就來吃下一樣吧 下一樣呢是這個 呃 呃 呃 徐 呃 徐 和 香 餅 然後呢 它總共有兩個口味 有一個黑糖口味 跟一個原味的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試吃看看 嘿嘿嘿 好想去馬來西亞 我的天啊 感覺馬來西亞 就很多美食了 給你們看一下 它長的什麼樣子 這個表面上有一些芝麻 但是它的樣子 跟我們所想像的燒餅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不知道它吃起來的 口感跟味道 是不是也不太一樣呢 吃了就知道 我還沒咬到餡料 它光餅皮 聞起來味道很像 吃起來不一樣 它這個餅皮呢 是偏鹹的 就跟我們的那種 呃 芝麻燒餅 可能就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偏鹹的外餅皮 內餡有那麼一點點像 老婆餅的內餡 台中的老婆餅 內餡有一點點像 不過它的外皮呢 是偏鹹的 不像我們那種餅 它可能是偏甜的外皮 其實我們目前吃到現在 好像是比較接近老婆餅一點 它也一樣很容易脆裂 但是它再稍微 更脆跟更硬一點點 還蠻好吃的 這個還蠻好吃的 它吃到後面會有一個味道 它很香 是我們台灣的餅 沒有的那種香味 不是奇怪的味道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形容 我一時之間想不到 跟它太接近的味道 然後呢 我現在才看到外包裝上面有寫 炭燒香餅 炭燒的味道 接下來呢是 同樣一個品牌 同樣的一個餅乾 不過呢 它是黑糖口味 也要試吃一下 聞上去跟 剛剛那個一模一樣 沒有聞到明顯的黑糖味 對不過就是一個很香的燒餅 我前面這個第一個餅 它有點壓壞 這個餅沒有壓壞 所以它的表皮是很膨 然後很脆的 然後呢 其實 它的黑糖呢 就是中間的那個 糖心 換成了黑糖 不過呢 其實我個人是 比較喜歡吃原味的 我覺得一樣很讚 這兩個餅 如果在台灣 我都會覺得 這個是很棒的 那麼我們接下來 吃第四樣啦 沙爹魚 這個好小的一包 感覺很像 試吃的那種贈品的 沙爹魚 裡面感覺也 也沒幾片 沙爹魚 喔 它大致上是長這個樣子 不過因為我這一包裡面 只有三片 三小片 所以 份量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才會說 它感覺很像 那種試吃的包裝 喔 吃起來很像小魚乾 然後是偏甜的小魚乾 但是呢 它的口感超級硬 這個根本就在吃牙齒啊 你看看這聲音 會擔心自己的牙齒 斷掉 很脆 很硬 吃下去的味道 完全跟小魚乾 一模一樣啊 不錯啦 因為我很愛吃小魚乾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就是 口感有點太硬了 中了台灣人的口味 好啦 那麼 我們要來進行到 最後一樣啦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 Green Pea Snack 這個Green Pea 就是碗豆 也有人叫青豆 照這個包裝來看 應該就是 所謂的 碗豆酥啦 碗豆酥就是我們台灣也有 然後日本也有的東西 不知道 馬來西亞來的碗豆酥 吃起來有什麼不同 那它的形狀呢 跟它的外貌呢 欸 就是碗豆酥啊 沒有懸念 它就是一個碗豆酥的樣子 喔 重口味 可是呢 實際吃起來呢 又覺得 跟台灣的碗豆酥 其實沒有差別很大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聞起來 就是不一樣 只是呢 這個可能呢 會比你們想像的碗豆酥呢 更重鹹一點 然後又更甜一點點 很好吃 非常好吃 這個我好喜歡 吃到最後呢 一樣會有一個 豆豆味跑出來 豆豆味就是吃碗豆酥的精華啦 我喜歡這個 會比你還好吃到最後呢 會不會 會不會 的話 我們可以 也會覺得 不要 吃到最後呢 會不會 不吃到最後呢 就知道 一定很倒極